那么在第二部分 我们就会给大家介绍网络支付的兴起 那么前面我们讲到了 在电子商务当中 传统支付技术表现出了一些局限性 因为我们说它并不能够去满足 随时随地低成本 自助以及个性化地去完成一些 及时的在线支付的一些需求 所以它其实是给电子商务的 一个顺利的运作带来的一些不变 所以这个支付领域就出现了一些变革 那么一个重要的变革 就是网络支付的兴起 那么网络支付的出现 其实它就比较好的去弥补和满足了 我们刚才讲到的 这种传统支付结算方式的不足 以及电子商务当中对于支付的一些需求 那么理论上我们怎么样来界定 网络支付的这个概念呢 那么其实在网络支付新写的时候 我们说这些网络支付 它主要是以商业银行为主体的 网络支付是指以金融电子化网络为基础 以商用电子化工具和各类交易卡为媒介 采用现代化的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作为手段 那么基于计算机网络系统 以电子信息传递形式呢 最终去实现资金的流通和支付 所以在我们这里界定的这个网络支付 实际上它有两个特征 第一个它是以电子商务作为这个商业基础的 那么第二个就是这种网络支付 实际上它是以商业银行为主体的 就是这些网络支付服务 其实就是商业银行 它基于互联网去提供了一些支付服务 那么它本质上 其实就是商业银行与互联网的一种融合 那么网络支付它具有几个特征 那么这几个特征也是使得 它能够很好的去满足电子商务当中 我们对于支付的一些需要 那么第一个就是传统支付结算方式 它通常我们说是通过这个 纸质现金的这种流转和纸质票据的一个转让 来实现这种款项的一个支付 那么在这种传统支付结算方式当中呢 通常是需要较为封闭的一个信头 去运行 那么网络支付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这个特征 这些特征其实就很好的去满足了电子商务当中 我们对于支付的一些新的需要 那么第一个特征就是网络支付 它通常是采用数字化的方式去完成款项的一个支付结算 那我们在前面看到在传统支付结算方式当中 我们通常可能会涉及到纸质现金的一个流转或者这个纸质票据的一个转让 那么这种纸质载体的一个转让 它通常都要求我们是需要进行一个面对面处理的 那么在一个网络支付当中 如果我们实现了去采用数字化的一个方式 完成款项支付结算的话 那么其实对于用户和这个商家来讲 其实都是非常方便的 能够很好的去满足他们随时随地和及时的这种在线支付需求 那么第二个特征就是网络支付它相对来讲 具有这种方便快捷高效和经济的一个优势 那么说在网络支付当中 其实对于大多数的这个用户来讲 我们其实只需要能够连接到这个互联网当中 我们就可以实现足不出户的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就完成支付和结算的这个过程 那么在网络支付当中 我们在支付当中所涉及到的一个费用 可能仅仅就相当于传统支付当中的几十分之一 甚至是几百分之一 那么有一家这个咨询公司BOOS 他就做过一个调查 那么他通过调查就发现 在美国一桩通过互联网完成的这个网络支付结算成本的仅为一美分 但是呢如果要通过这个Post去专线 去进行这个结算 那么这个成本可能就会高达27美分 就是这个网络支付结算成本的27倍 那么如果是通过这个营业员去通过这个柜台操作完成的话 那么这个成本会更高 就会达到1.07美元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网络支付 其实它是大大的能够去降低我们的这个支付的一个成本 既方便的这个客户 其实也会提高商家的一个资金的运作的这个效率 那么第三个特征是轻便性和低成本性 我们说与电子货币相比 我们看到一些传统的货币 比如纸币 硬币 其实他们都是非常这个奢侈的 那么有一个数据 就是他 这个经过统计呢 他就发现 在美国 每年搬运这种有形货币的这个费用 其实就会高达60亿美元 那么英国 大概需要这个2亿的这个英镑 用于这种货币的一个搬运 世界银行体系之间的这种货币结算和搬运费用 它甚至占到了世界银行全部管理费的5%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传统这些纸币 硬币 他们的这种运作的这个成本其实是非常高的 而且便利性也不是很高 那么在采用了网络支付方式之后 其实这种电子信息系统的一个建立和维护 开销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小的 而且互联网这种应用的这个费用 其实也是相对比较低的 所以网络支付它也表现出了轻便性和低成本性的这种特征 那么最后一个特征就是网络支付 它具有较高的安全性和一致性 那么支付当中我们讲到这个安全性 主要就是指去保护这个买卖双方 不会被非法支付和抵赖 而这个一致性主要就是指这个能够保护买卖 双方不被冒名顶替 那么网络支付其实就相对来讲 具有比较高的这个安全性和一致性 尤其是我们说它借用了一些 尖端的加密技术和认证技术 所以能够做到比较细致安全和可靠 那么这个部分我们主要就是在电子商务的 这个产生的大背景下给大家介绍这个网络支付的一个概况 那么我们对它这个概念进行了一个界定 那么网络支付它是指以金融电子化网络为基础 以商用电子化工具和各类交易卡为媒介 借助现代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作为手段 那么基于计算机网络系统 以电子信息传递形式去实现资金的流通和支付的这样一种技术 那么网络支付我们介绍了它具有一些特征 这些特征使得它很好的去满足了电子商务当中 我们对于支付的一些随时随地能够使用 及时进行在线支付的一些需求 那么它的特征主要包括数字化 方便快捷高效经济 轻便性和低成本性 以及它具有较高的安全性和一致性